- 米其林於23日率先公佈碧雨燈推薦名單 今年首度納入台南與高雄雙城 推薦的店家數來到了141間 今年度的名單中 台北台中有6間新入選的店家 高雄有20個店家上榜 台南則有27家獲得推薦 為新入選店家數量最多的縣市 被網友笑稱不意外 碧雨燈推薦店家提供物有所值的美食 意味著消費者能以台幣1000元以下的價位 吃到有水準的三道菜 新入選名單中許多是台灣菜與在地特色小吃 呈現在地飲食文化的豐沛能量 台北入選碧雨燈推薦店家累計57間 今年新入選的有6間 有經營一夾子的雲南菜老店 仁和園 近年兩次搬遷的阿國切仔麵 都是牽制新紙後再次入選 川姆園的刀削麵 牛肉捲餅 豆沙鍋餅 都是熱門菜色 小小素食融合美式風調手法與亞洲風味 呈現美味蔬食 經營超過70年的台灣菜老店 原味料理 這潮類的菜色廣受歡迎 其他料理聞名的雞家莊 則由入選餐廳 晉升為必比登推薦 台中入選必比登推薦總共37間 6間新入選的店家中 有3間是以台灣菜入選 竹之鄉的菜色與店名呼應 竹筒飯更是招牌料理 以離數十年的鳳姬兒肉老店 吸引陶客專程驅車前來 好先生的自創菜色 柔和江浙料理風調手法與台菜風味 鹹香下飯 此外 鄰近台中東協廣的越南你好 擅長北越料理 小書店提供經典台灣小吃 麥香福食 味道充滿驚喜 經營超過一夾子的客家菜餐廳牛家莊 則是在搬千辛之後再次入選 首都納入評選的台南 共有27個店家 獲得必比登推薦肯定 是游泳最多新入選必比登推薦的城市 其中19家以小吃入選 不僅許多是異地數十載的老店 各式知名在地小吃 包含虱目魚料理 米糕 豬心冬粉 吐托魚羹 牛肉湯 蝦仁肉圓等 都成為本次必比登推薦名單中的亮點 台南有5個店家以台灣菜入選 其中3家專精於宴席與半桌料理 一家自老店阿美飯店 專注提供經典宴席料理以及百年老菜 東鄉台菜海味料理 有擔任中破賽30年的大廚掌舵 以許多在地食材封條經典半桌台菜及創新美食 竹心居位於老宅內 以無菜單套餐呈現台灣半桌文化 而柏仁堂原是百年中藥行 提供特色藥膳湯中 俯稱師傅從狀況到餐點都融入在地風情 最能感受台南特色 台南另外還有兩個店家以粥品入選 阿興鹹粥販售台南風格的 虱目魚鹹粥 客人可以自選虱目魚部位 大勇街無名鹹粥在熟飯虱目魚柳 鮮客上淋上滾燙高湯 總是吸引排隊人潮 此外小公園蛋仔麵 創立超過70年 滋味樸實如獲人心 多樣首次納入品選的高雄 有兒子接獲得推薦 其中9個店家專注台灣菜 牛肉大蒜牛肉 以本土溫體牛結合日式蒜蒜鍋 同樣每日由台南新鮮運送牛肉到店 可品嘗到手切牛肉蒜鮮甜湯頭的 還有湖東牛肉館 柏紅肉燥的肉燥飯則是不能錯過的美味 1955年就創立的老店舊式羊肉 提供現宅羊肉料理 雞伯以台南的放山母雞製作各式雞肉料理 橋邊鵝肉推薦品嘗各式鵝肉料理 還有自煉鵝油結合油蔥製成的佳肴 老新台菜以信念方式呈現傳統的伴桌宴席菜 鮮香飲食店使用在地名產芋頭與筍子入菜 滋味不凡 雲來反開業20年 新鮮食材豐調出各式家常菜 用餐氣氛輕鬆自在 高雄其他另有6個店家以小吃入選 包含北港菜三代童宅米糕 菜棕裡 正宗鴨肉飯 喬仔頭皇家肉燥飯 鴨肉蒸 紅季肉燥飯鋪 除此之外在沿城毅厘80年的老店 正家切仔麵 以現做牛肉麵疙瘩知名的龍芳牛肉麵疙瘩 以炒盒粉與泰咖啡為推薦菜色的帕泰 提供創意細膩穿菜的舒服掌櫃 以及現點現包的招牌針腳店 羊寶寶針腳等 也都入選第一屆高雄必比登推薦名單 米其林指南國際總監表示 儘管面對疫情 台北台中台南以及高雄四層的餐飲業 都展現出了卓越的韌性 這份名單至少難掛了20個料理種類與風格 從傳承好幾代的知名小吃 到驕傲展現在地食材與豐富海產的美賺 必比登推薦的店家們都讓米其林評審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台南高雄加入名單之後 2022年的指南更呈現出了在地餐飲的獨特與活力 在台南高雄的市民並且在台南高雄有印象 的民調 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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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